点点关注 速收20斤 送颗小星星 每天都开心 话不多说 正文开始啦 周末 我去买菜的时候 被人塞了一个红包 借寿命三年 转赠或投工得香全家死绝 我拿着那900块 嬉笑的追上那个人 你确定要借命 他瞪了我一眼 骂了一句神经病转头就跑了 我却笑了 居然还有人敢借我们活死人的寿命 我刚搬来这个小区 周末去买菜的时候 就被一个女人强硬塞了一个红包 我手上还拎着一坨鸡蛋和一包菜 根本来不及反应 我意识到不妙 连忙打开红包 果然 几张百元大钞里面还携带了一张纸条 借寿命三年 转赠或投工得香全家死绝 我眼前一黑 喂 你站住 那人一听 跑得更快了 我丢掉手上的菜 把腿就追了过去 你900块钱 就想借别人三年的命 他被我抓住 跑不掉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配红包拆开 就算借命成功 你能拿我怎么办 说完 他还得意地朝我笑 我被逗乐了 手里捏着那九张百元大钞 再次问道 你确定你要跟我们见命 他瞪了我一眼 骂了一句神经病转头就跑了 这时 旁边坐着几个下棋的老头叫住了我 姑娘 你是刚刚搬过来的吧 哎 这人也是我们小区的 真是作孽啊 我一听 难不成这个人是个惯犯 经常到处找别人见命 那他怎么还活蹦慢跳的 没有被人打死 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大爷朝地上狠狠地催了一口 这女的是住11楼的 他家有个孙子 从小就多灾多病 也不知道哪个钻子绝孙的玩意给那一家出的招 现在人都是聪明人 这种红包没什么人敢捡 二来 他们也不确定是些什么人捡 所以他们干脆盯着我们这个小区搬过来的小姑娘欺负人家外地人 而且无依无靠 只要人家一出门他就跑来诫命 上次有个小姑娘被吓哭了 连夜报警 结果警察上门 他们一家耍无赖 说这都是些迷信 就是跟人家小姑娘开玩笑的 大家拿他们一家没办法 久而久之 这个小区就很少有人搬过来了 估计也是看你小姑娘一个人穿的比较体面 看着向外地人就又出来个硬人了 我被这种无赖气到了 难道那些小姑娘的家人都不找他们算账的吗 能咋办啊 警察一上门 他们就认错 钱也要回去了 但是听人说 那红包一拆开就已经诫命成功了 他们也就是抓住这个使劲个硬人呗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么无赖的一家人 哎 你还是赶紧找个大师过过这道坎吧 这家人也真是作孽 说着 大爷骂骂咧咧的走了 我却笑了 拆开就成功诫命了呀 那就好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找我们活死人见命呢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 意外发现 那家人居然就住在我们这层楼 和我隔着两家人 我点脚看了一眼 果然 那家人觉得又一次帮宝贝孙子见命成功 在家里烧水杀鸡 准备摆两桌庆祝呢 妈 你说这家会不会闹事啊 我看 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三岁多的小孩出现在门口 他赶马就外地人一个 赶闹事 老娘分分钟去他工作地点去闹 小姑娘都脸皮薄 紧接着 是刚刚那个年轻女人的窃喜声 妈你可真厉害 我让响子下楼放鞭炮去 宝贝儿子哟 你看你奶奶又帮你要到了几年的富贵 长大可要好好孝顺你奶奶哦 女人的话逗得那个老太婆哈哈大笑 乖孙乖孙地叫着 还放鞭炮 蹦不死你们一家 我一点都不着急 活死人 活死人 顾名思义就是活着的死人 我外婆当年生我妈的时候 难产死了 原本肚子里面的我妈也应该死了才对 但是停尸三天后 我妈居然在我外婆肚子里面哭出声 大家剖开了肚子 这才发现 我妈居然还活着 后来有懂一点行道的人说 我妈其实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是我外婆不舍得她死 生生把她从阎王爷手里推回来的 起死回生了我妈 从小就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而且她从来都算不了命 她本来就是死了的人 怎么可能在阳间还有命数 而我是我妈生的 自然也遗传了她这个诡异的命格 这家人找我们借命 岂不是在找死 我本来就没有命 只是一个活死人而已 那老太婆压根给她孙子借不到命 甚至还要到大眉 果然 没几天 那家人就出事了 先是老太婆的老公 好端端地睡觉从床上摔下来摔断了腿 后来是 那家人当心肝疼的孙子发高烧 一直半夜梦魇 老太婆见大孙子受罪 整天哀哟哀哟 哭得跟豪桑一样 她以为给她孙子借到了寿命 她孙子起码一年半载内不会再进医院了 这下还没有几天又进医院了 她哪里能接受 趁我买菜出门的功夫 一家人堵在了我们的门口 那家阿西怀中还抱着那个小孩 因为生病的缘故 小孩面色苍白 一直在冒虚汗 是不是你搞的鬼 老太婆手指直接指着我额头 我呸的一声 往她指过来的那根手指吐口水 找我借命 我还没找他们麻烦 但是先自己找上门来了 你们自己作恶 找我要命 咋的 没借到把命都给我了你要死了 老太婆被我气得心梗 指着我的手指一直在颤抖 半天说不出话 见我伶牙利齿 她干脆直接耍起无赖 一屁股坐在我的门口 就是你搞的鬼我的宝贝孙子 现在还生着并没找你见命之前 我宝贝孙子一直都还是健健康康的 就是你的错 这件事不能这样算了 你必须陪我孙子医药费 我人鬼都见过不少 但是这么无赖的人还是第一次见 你想要多少 老太婆一听 以为我害怕他们人多 眼睛咕噜噜地转着 只见她手掌一番 狮子大开口 我宝贝孙子受了这么大的罪 要三万不多吧 九百 就想买我三年命 现在一想天开想额三万 你怎么不去死啊 死老太婆 你想的可真美啊 说不定你孙子就是被你祸害的 你缺的是干多了 我冷笑着讥讽出声 听到我的话 一家人都不干了 特别是老太婆的儿子 一脸阴沉沉地看着我 几人还直接围了上来 我晃着手机 准备拨打出去的电话 一点都不虚 怎么想打我来来来 往这里打 我还缺三万过这个国庆 说完 我还把脸生过去 示意她直接往我脸上打 一家人见我们软硬不吃 气得牙疼 你给我等着死丫头骗子 老娘明天就去你们公司说说这件事 说完 就带着一大家子人想走 只不过临走前 那个一直被女人抱在怀里的小破还突然跑了下来 趁我不背 直接一巴掌拍在了我的大腿上 而且还使劲地挠了一把 我吃痛得低头 想要推开那个小孩 他妈妈比我更快一步 把小孩抢了回去 宝贝真棒 还会帮奶奶出气呢 一家人不仅不觉得这有什么错 而且还都欣慰地看着女人怀中的宝贝孙子 那个小孩见自己没有被揍 当即就在他妈的怀中冲我做了一个鬼脸 像是怕我对他们的心肝做什么 一家人联盟跑也似的跑了 呵呵 以为跑就得了吗 第二天 我直接搬都不去上 算准那个小孩放学的点 我外卖点了一堆的炸鸡放在门口 我也不去拿 果然 没多会 我听到门口传来了那个小孩的声音 奶 我要吃 吃吃吃 死小孩 一窝子大贼 养出一个小贼 刚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邻居几户都不点外卖 就算点外卖到了也会马上开门 甚至顶着一头的泡泡也会开门 后面我知道了 因为这一栋楼住了一窝 贼 那小孩才不管是不是自己家的东西 只要他闻到有好吃的 就要去抢 要是哪家凶过他 他就会蹲点等外卖到了 去给人家外卖加点料 我通过猫眼看向外面 老太婆的贼眼看了看四下没人 直接把那一袋炸鸡塞进了小孩的书包里面 宝贝 回家吃 哼 这下我就放心了 因为那炸鸡里面我也加了一点特殊的东西 保证吃了的 绝对不是闹肚子那么简单 活死人的东西你们也敢吃 当晚 一家人气冲冲地砸着我家的门 死丫头 你给炸鸡里面加了什么 为什么我孙子吃了一直说见鬼 老太婆的声音在外面骂街 一家人都在骂我 压根没有邻居敢开门看 之前刚搬来的时候加了旁边住着的一个小姑娘 此刻 他在微信里面问我要不要帮忙报警 我回复他说暂时不用 我没有傻到去开门 隔着门我就开始了阴阳怪气 哟 这一大家子贼出来见光了呀 我说我炸鸡怎么不见了 原来是老贼偷了给小贼吃了 见我说话 老太婆骂得更欢了 我从猫眼里面看到他唾沫横飞的样子 死见人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要是我的乖孙有什么事 我让你好看 一边的小破还他爸也在那里骂街 这种一个人住的女的指不定干啥的呢 居然敢害老子的儿子 老子这就报警抓你 不敢开门 肯定在里面接客呢 他老婆也在一边使劲附和着 一边骂一边砸门 这一家人算是极品凑一窝了 一群小偷住一块 还到处找人家小姑娘见命 我看你们一家都是短命鬼 今晚就发烧 把你乖孙烧成傻子 听到我骂他乖孙 老太婆直接气得在外面跳脚 姨姨姨 老辣蛤蟆在外面蹦那啥声啊 我的话把旁边的噱乐乐都笑了 他也一直支着耳朵在听我们说话 姐妹牛P 你就是我的神 这家极品 总算有人能够治他们了 我回了一个少暗无躁的表情包 过了十来分钟 外面的骂声慢慢小了 六 我看向猫眼 没想到那家奇葩还真报警了 此刻警察正在询问情况 那家男主人一脸的愤怒 那件人不知道给我儿子吃了什么 我儿子一直说见鬼 还发高烧 我们都问过大师了 这肯定是有人屎半子了 对了警察同志 这女的一直不敢开门 而且 我见她平时穿的老骚 我怀疑她在里面卖淫 一家人一口咬定 我给她家小孩子东西吃 说我故意投毒 后面还在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我没有听 因为此时薛乐乐正在微信上问我 要不要等会出来帮我作证 说看到了他们拿我外卖 我说不用 我有办法 没多会 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 这次我很快就开门了 警察也同样例行公事地询问了我 我一一回答 非常配合 见我否认给她孙子东西 老太婆不干了 谁不知道 我们家乖孙爱吃炸鸡 而且这层楼的几户人家平时点外卖也都是给我们乖孙点的 他点炸鸡外卖不就是给我们乖孙吃的 六 偷别人的外卖说成别人给他点的 这里没有监控 他要是一口咬定我送上门的 人家可能还会认真调查一下 这下调查都不用了 不打自招 警察同志 这些都是一些封建迷信 老人吗 都这样 我理解的 我原谅他们了 小孩也没啥事啊 我也不计较了 傻鬼不鬼的 我们要相信科学 我搬出他们之前对付别人的那一套 用魔法打败魔法 一家人气得牙痒痒 没有想到有一天 居然也被这样摆了一道 七 从那天以后 那家人可算是消停几天了 我以为他们知道怕了 开始安分下来了 结果没两天 薛乐乐就神神秘秘地跟我说 那家人好像要搬家了 我不看不要紧 一看 那套房子全方位的封闭了起来 就连窗户都封死了 这哪里是搬家 这是直接把房子改成骨灰房了 我连忙跑到楼下 看一下他家的飘窗 是不是也疯了 果然 房子是给活人住的 而这家人居然直接悄无声息地把房子改造成了骨灰房 怪不得这两天不见那家人吵闹了 感情直接跑了 骨灰房是专门用来放置骨灰的房子 有些人买不起目的 就会找一些骨灰房放自己家人的骨灰和牌位 骨灰房一般会选在没有什么人的地方 但是这家人没有告知邻居 直接把这么多人住的地方改成了骨灰房 不管是贪财还是有什么其他意图也好 这都是比较缺德的做法 我把情况跟薛乐乐说了之后 他当即下的小脸煞白 那我们要不要跟其他几乎说一下啊 我想了想 直接告诉了物业 薛乐乐是个刚刚毕业出来的小姑娘 会害怕很正常 当晚他就表示 他自己不敢睡 想要过来跟我一起睡 其实我很想告诉他 那些东西都不一定有我可怕 因为那些是死人 我是活死人 但是看着他那一脸紧张害怕的样子 我最终还是啥都没有说 自从上次我一个人折占那一家子奇葩之后 薛乐乐就直接把我当成了老铁 第二天 物业上门挨家挨户说明了情况 同时还打电话给那家人 得知这几天 大家一直跟一堆骨灰盒住一块的时候 大家的精神显然都有些崩溃 我要搬家押金 我也不要了 之前偷外卖我还能忍 现在直接在房子里面放骨灰 我睡的是坟地还是房子啊 隔壁1103的一个大哥不满了 我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老是阴森森的 半夜还老是做噩梦 物业你们管不管 物业也想管 但是那家人不是租的房子 而是买的房子 而且那家人一口咬定 放的是他们自家亲属的骨灰 没有做殡葬用地 我们这一层一共有八户 那家人就刚好在中间 除了我和薛乐乐以及1103那个大哥之外 其他四户都是带着孩子一家人住的 听到有人把这里当成了骨灰房 大家都愤怒了 另外四户都是在这里买的房子 哪里是想搬走就搬走的 纷纷要求物业解决这个事情 我劝薛乐乐和1103的大哥先搬走 这种地方确实不太适合人住 薛乐乐一个小姑娘也害怕 当即就表示今晚就搬去他朋友那边 这时候那一家子奇葩跑回来了 搬家你们要搬什么家 我们又没用你们的房子 就是你们要是搬走了 后面人家以为这里的房子不干净了 怎么办 那我的房价岂不是要跌了 老太婆和他儿子挡在电梯门口 不让大家走 1103的大哥忍不了了 老子自从搬来这里 你们这一家子奇葩就整天闹事 老子现在要搬家 你们还要管 老太婆以老卖老 见1103的大哥凶神恶煞的样子 当即就好了起来 干嘛 还想打我老太婆不成没天理了呀 欺负老人了呀 不是你们搞出来的幺蛾子 我们至于搬家 大家都气得不行 老太婆不管 就是一直躺在电梯门口号丧 我不管 你们都不能搬走 你们要是敢搬走 我今天就从这里跳下去 你们都别想好过 物业一直在劝 但是两人就是摆明了一副无赖的模样 纵然旁边1103的大哥一身健子肉 也拿这种无赖没有办法 我看着地上躺着的老太婆 开口揭穿 我怎么觉得你不是担心房价 而是要我们给你们全家借运 听到我的话 原本还在耗的老太婆明显停顿了一下 她用那一双阴毒的三角眼恨恨的盯着我 呸死丫头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自己家的房子 我放我自己家的祖宗怎么了 什么借运不借运的 我听不懂 呵呵 他听不懂就怪了 原本我还在想为啥 这一大家奇葩 舍得把房子拿出来放这个 原来是直接把这一层楼的人都当成了冤大头 这老太婆估计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想要把这层楼住户的气运全转到她家去 真是一招更比一招毒 他们一家以后可就要兴旺发达咯 原本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我看到了老太婆手腕上带了一根红绳子 老太婆的儿子也带了一根 这是给祖宗指路 好让祖宗保佑呢 这一家子想的全是阴招 而且还是让人没有办法管的阴招 可惜他们遇到铁板了 呵呵 我可不是什么善茶 大家听到这家人是准备借运更生气了 恨不得直接把这一家无赖揍一顿 但是谁又敢真打 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就算是1103这样的单身大哥 也不敢随意动手 动手了就不占理了 大家敢怒不敢言 一脸的憋屈 而物业也会稀尼 表示明天一定会处理协商好 老太婆一家像打了一场胜利仗一样 带着小人得志的笑脸走的 临走还一脸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 我让薛乐乐晚上继续跟我再对付一晚 薛乐乐一个小姑娘也是真的害怕了 他看都不敢看那边的房子一眼 自从那天开始 那家人像是中了什么好运一样 老太婆的儿子升职加薪了 媳妇在美容院也接到了好几个大单子 就连老太婆自己出门买菜都能捡到钱 家人整天乐得跟什么一样 自从运气变好了之后 一家人更是目中无人了 那家人当眼珠子疼的小破孩 还在小区楼下打哭过好几个小女孩 除此之外 还经常欺负小区里面的流浪猫狗 在电梯的按钮擦鼻涕 恶心死了 这家人没有搬远 就是搬到了楼上 因为这家人的骚操作 上个月刚好有一个单身的小姑娘搬走 他们住的就是那个小姑娘之前住的那里 那个姑娘也是被诫命的受害人之一 而薛乐乐和1103的大哥趁那家人不知道的时候 提前搬走了 临走的时候 薛乐乐还问我要不要一块搬 我表示不用 我一个活死人光脚不怕穿鞋的 我等周末的时候 特意挑了12点的时间 出去我哪里都不去 直奔本地的墓园以及一些比较脏的乱藏岗 反正哪里气运不好 我就去哪里 那么喜欢吸别人气运 就让你们吸个够 我本来就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想惹一身心不是很容易吗 于是接下来几天 我白天睡觉 晚上就出去瞎逛 而且就去这种 脏地方 也遇不到坏人 我上网查了本地的凶杀命案现场都有哪些 确定好路线 我纷纷打卡 刚好这一段时间 有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分尸案 我没事就过去逛逛 没几天 那家人就笑不出来了 薛乐乐给我发微信 说他在医院上班的时候看到那个杀千刀的老太婆了 诚心 你是不知道啊 他耗得可大声了 不知怎么搞的 摔得可惨 膝盖都摔碎了 就是可怜我同事了 他上夜班的时候 负责那个床 那老太婆自己贪吃 想吃葡萄 结果也不叫人 自己摔下来了 然后就怪我同事疏忽直手 这回还在闹呢 而且你知道 他为啥吃个葡萄都能摔步 他吃的别人的葡萄 人家家属买放在床头那里的 他自己看着馋 也不问人家 伸手就想拿 隔着一个床位的距离那呸 摔死他活该 下面还发了一个活该的表情包 我给他说了我最近的战绩 他听得无比兴奋 还能这样 你不早说 我也要跟你一块 你搬出去了 就先不要管了 以免被那家子惹一身心 戏聊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薛乐乐之前刚来的时候 也被那一家人借过命 而且当时的薛乐乐刚刚出来实习工作 还是在医院里面实习 哪里有钱搬家 那个房东也不肯退押金 也想过上门呢 但是后面那家人威胁说 再闹就去薛乐乐的医院闹事 薛乐乐没有办法 只能继续憋屈 这下子好不容易搬走了 他觉得空气都新鲜了不少 我跟他们一家有不共戴天之仇 其实那个房子我还挺喜欢的 要不是这家人 我也还不想搬走的 房东都不肯退我押金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这家人的报应啊 你都不知道我在医院看到这个老太婆的时候有多开心 我连忙表示同意 生怕这压的又表情包攻击我 没几天 我又在楼下看到那老太婆 活蹦乱跳的带着自己的宝贝乖孙在楼下完了 说是完 其实就是 那小破还在欺负人家小女孩 他一边手扯着一个小女孩的辫子 另一边手抓起一把沙子就往小女孩的头上撒 小女孩的妈妈拿着一瓶水跑过来 连忙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女儿抱在怀里安抚 老太婆担心被算账 趁小女孩的妈妈还在安慰被吓到的小女孩就想带着孙子开溜 我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老邻居去哪里 老太婆的三脚眼不善地瞪了我一眼 关你屁事 想拉着孙子赶紧开溜 这时候的小女孩妈妈也反应过来了 直接打电话把她老公喊过来了 老太婆哪里舍得让自家吃亏 马上又开始耗丧 添沙的不就是两个小孩玩的而已吗 要不你要了我老太婆的老命算了 一个小丫头骗子而已 我孙子只是跟她玩 至于吗 欺人太甚了呀 还有没有人管了 我可亲眼看到你家宝贝孙子抓沙子丢人家小女孩的头上 我在旁边冷不丁地插嘴给她添堵 我乐意 闭嘴 死见丫头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 一起合伙欺负我们奶孙二人了呀 小宝 快哭 快让大家看看这几个人是怎么欺负我们的 说完 她还推了一把自己怀中的大孙子 但那小孩被他们娇宠惯了 怎么可能会听话 见自家奶奶被欺负 她撇撇嘴 随即就像个疯狗样朝着小女孩冲了过去 死丫头 敢让你爸妈欺负我奶 说完 拿着自己手中的那种小卡片就往人家小女孩脸上滑 小孩子皮肤本来就嫩 小女孩的脸上当即就出现了一道血痕 我看得心都一颤 小小年纪居然就那么坏 专门往人家脸上滑 但人家爸妈也不是死的 被惹怒了根本不肯罢休 可惜 出门浑池早是要还的 小女孩的爸爸刚好是小破还她爸的老板 人家老来的女 稀罕得不行 怎么可能同意善了 直接吵了他爹的鱿鱼 就算是要陪他工资也要吵 一家人灰头土脸的回家 我就提着一袋李子 悄悄跟在后面 像看猴子一样 妈 你太惯着小宝了 我好不容易生之家心了 这下好了 文言 老太婆不乐意了 咋了 难不成你为了工作 想要我们小宝受罪 老娘可不答应 再说了 我们家现在不是有祖宗保佑吗 你听妈的 你出来自己单干 做生意 小破还她爸一听眼睛都亮了 对 我自己当老板 反正有祖宗保佑 我肯定能赚大钱 见儿子上道 老太婆这才心情好了不少 让你婆娘也别做那骚理骚气的工作了 让她回来给你当助理 你出去谈生意 总要有个秘书助理的吗 她媳妇一听 原本还不乐意 妈 我这个月开单挣了小两万呢 老太婆三角眼屎静瞪着 像是要吃人一样 怎么挣得你心里没数啊 要不是我们家祖宗保佑你 你能挣个屁 后面不知道他们还想说什么 他们进电梯了 我在后面跟不进去 听不到了 想做生意 想要祖宗保佑 还想当大老板 呵呵 想屁吃 今晚就保佑你们 我直接辞职 转行干起了户外恐怖探险直播 我每天凌晨都会直播 打卡一些闹鬼的地方 看到有鬼出没的地方 我就会连续去个两三天 每天都跟他们擦肩而过一下 我某婴孩收获了十几万粉丝 家人们 这个博主超勇 可以冲 粉了粉了 看这么多户外探险的博主 就只有这个博主是自己一个人 没有团队 别的直播间是鬼看到人兴奋 这个直播间给我的感觉是 人看到鬼兴奋 太刺激了 我在直播间让各位老铁给我推荐地方 越邪门越好 越邪门的地方 磁场越不正常 霉运就越容易沾上 然后白天我就会睡个昏天黑地 晚上直播了又一个通宵后 我睡醒的时候听到楼上很吵 小区的业主群里面都炸开锅了 薛乐乐拉我进群的时候我还不乐意 没想到还能再吃瓜第一线 听说那到处见命的老太婆他儿子做生意被骗了 被骗了好几百万啊 嘖嘖嘖 要我说 不是这块料就不要做生意 是人是鬼都分不清 听说是被一个新认识的朋友骗的 人家说好的货没有给他 他又接了买家的订单 这会人家上门找赔偿来了 嘿 我就说嘛 见人自有天收 还想吸别人的气韵 嘖嘖嘖 我刚偷偷看了一眼 那老太婆以为人家不敢动他 又耍那一套 结果被收拾得老惨了 这家人却应得多了 活该 还有人冒死偷偷拍了照片 我点开图片 那一家子此刻像个安纯一样躲在客厅 没有一个人敢吱声 老太婆脸上还有好几个明显的巴掌印 那老太婆还想装死 结果人家压根不耸 光光给了他几脚 那小孩也被吓得不行 我们这层楼的业主也都听到了这个消息 大家感觉心中的气终于出了 大家觉得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跟小区的人打过招呼之后 四家人隔天直接请了武师 在下面庆祝好事发生 我把视频拍给薛乐乐看的时候 他差点没有乐风 后来 那一家子实在还不上 想要把房子卖了 人家过来看房子的时候 我们就故意不小心跟人家透露 这里被当成骨灰房的消息 这下子想买的买家全被吓跑了 有些不怕的 想买的 也是带着屠龙刀来的 但是由不得他们选 一家人只能咬牙剑卖了 小破还他妈不能接受这种落差 跟着一个以前认识的老板跑了 跑的那天老太婆察觉了 死命拉着 想让儿媳继续留在家里挣钱帮儿子还债 结果被那老板带来的小弟打了一顿 小破还没有妈 整天哭 上学被欺负 鼻涕泡啥的整天挂在脸上 他爸也没心情管他 老太婆倒是心疼孙子 但是家里一屁股债 一把年纪了他还要出去打工 哪里照顾得到位 小破和他爹啥都没了 老婆也跑了 越来越恨他妈出馊主意 时不时就要打打那老太婆出气 一家人现在搬去了狭小拥挤的城中村 过得像个老鼠一样 借命 借运 借你们了 你们无福消瘦啊 后来我跟薛乐乐也成了好朋友 他知道我在做户外探险主播 成为了我的头号小迷妹 薛乐乐问我为啥不去气气老太婆 告诉他真相 我觉得气不气无所谓了 因为他估计够惨了 像这种啥都没有了的人 你要是再去沾染上他 估计他真会临死找个垫背的 与其惹一身心 逞一时之快 还不如忍忍 有时候我不直播就会跟薛乐乐出去玩 白天打卡美食地点 网上打卡分饰现场 生活那叫一个刺激 所以 有时候别乱借命 有时候你借的命你可承受不住